大家好,我是比特币协会的中国经理李慧子 首先呢,我觉得非常荣幸我们这一次又一次跟打点钱包 一起联合主办了打点创新营的第二届 这也是我人生中第二次来到福州 想一想上一次刚好是疫情之前的1月份 当时林哲明非常有野心地跟我说 我觉得现在时机到了,我们应该来做更多的活动 然后把大家邀请到现场来 然后向更多的开发者、区块链企业 以及在寻求区块链解决方案的公司 向他们展示BSV的技术 当时他的野心非常的强 说要一个季度搞一次会 但是因为疫情的原因 所以第二届呢,我们就拖到了今年的秋季 首先呢,我觉得很激动能看到 今天确实来了非常多的参会者 也比我们第一届的活动规模大了很多 能感觉到大家对于这个 这个创链行业技术 以及这个商业前景的兴趣 还有投入都是非常的大的 另外呢,我也觉得 确实经过这个大半年的发展 把BSV的生态有了非常多的进步 以及更多可以向大家展示的一些成就 所以今天我在我的演讲当中 也会向大家重点的去介绍这方面的内容 我今天的演讲的题目呢 就是释放比特币区块链的无线商业潜力 在演讲当中呢,我会讲一些比特币技术的优越性 以及它为什么可以成为很多企业 以及开发者来选择的最优的一条公链 然后同时呢,我也会向大家展示 在目前,我们在全球范围之内 在BSV区块链上已经取得了多少的这些商业应用 以及商业落地的成就 首先我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机构 可能很多即使在国内的全球范围行业经常活跃的朋友们 对我们听到的也比较少 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机构是一家注册于瑞士的机构 我作为中国的经理负责中国区以及中文区的 一些宣传商业推广和开发者的项目 比特币协会总部位于瑞士楚歌 是旨在推动Bitcoin SV数字货币 及区块链发展的全球性行业组织 我们协会致力于构建一个尖短友好的生态系统 鼓励数字货币创新的同时促进合法行为 这里面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是希望我向大家强调的 就是我们协会是希望大家能够在区块链上构建 一个符合当地法律法规的商业应用 我们协会汇聚了BSV生态系统中的各类参与者 共同促进比特币的商业发展 那我们认为各类参与者有哪些类呢 我在这边列出了一些 首先左侧是矿工企业以及开发者 这三类我们认为是构成了比特币网络 或者比特币系统中最坚实的参与者 矿工的话大家知道没有挖矿节点 其实是没有比特币网络的运行的 企业呢就是我们希望有真正合规的企业 把他们的合规合法的商业应用 构建在比特币的区块链上 开发者呢就是实现这一切都需要大家 这个真实的贡献者和建设者 那么开发者一定是我们做的这项美大的事业当中 最坚实的这些执行者 右侧呢我列了一些就是在目前在区块链 或者是在商业领域里面的一些其他的参与方 比如说金融服务商 然后商务 然后还有服务的供应商 这个范畴就比较大 现在大家已经可以看到 比如说大家认为的一些帮助 帮助大家处理管理 或者是交易这种数字资产的 或者帮你做一些数据服务的 这一些参与者应该都属于右侧的这些范畴 然后接下来呢我希望从一个非常基础的一个角度 然后能够帮助现场 其实不了解比特币或者是之前也不是区块链行业内的人 来从一个非常正确的视角来再多了解一下比特币 比特币呢它是最早最成熟的区块链 大家知道比特币起源 最早的起源于2019年的1月 也就是说比特币网络是一个已经稳定安全 运行将近12年的区块链网络 也就是世界上最早的一个区块链网络 另外它的技术本质 可能很多朋友从 现在也可以从一些这个媒体和杂志上看到比特币的这个名词 很多人的概念就是比特币从一个一串数字 一下子变成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资产 但是呢 它其实不只是一个价值的承载 它的技术本质是可以承载一切数据价值的网络 同时工作量证明的这个机制也保证了 它是一种非常安全的网络系统 另外为什么我们能看到比特币在12年前出现了之后 然后它甚至创造了一个新的技术领域呢 因为它是带来了巨大的一个变革的意义 它既是一个电子现金的系统 同时也是一个全球分布式账本 因此如果以后朋友们 你们身边再有朋友问你说什么是比特币的时候 你可以用一种非常优雅简洁的语言告诉他 比特代表的是数据 而币代表的是货币 所以比特币是一个数据和货币相融合的一个先进的网络系统 然后大家呢可能会想说 你们一直在强调说 比特币的技术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它有无限的潜力 那是不是这个事情是真实的可以实现的呢 我们可以看到从网络上可以找到早期中本聪在网络上留下的一些言论 在2009年4月也就是比特币网络刚刚运行三个月的时候 他就说过目前的Visa信用卡网络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每天处理1500万币 的人都很少 但是现在如果我们再看我们会发现 其实区块链网络的性能已经远远的高于我们此前的预期 有可能很多网络的很多时候性能是没有达到像Visa信用卡网络这样的级别 但是它在这些年的发展速度是可以印证当时中本聪的这样一个长期的愿景的 就是技术是会发展的 我们认为的这一些未来可以实现的东西是真的可以实现的 所以也希望所有的区块链行业从业者都能保持这样子 有一点点野心的远大的这样子的愿景来做自己的事业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说一下 我们大家认为的比特币和我们经常说的比特币SV还有BSV中本聪愿景 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那我先要简单的解释一下中本聪愿景是什么 比特币本源与中本聪愿景 这是我们BSV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宗旨 因为BSV是唯一遵循着中本聪与2008年发表的白皮书中协议的比特币区块链 所以BSV网络是一个点对点的现金系统 以及同时也是一条全球化企业级区块链 这里面我再做一个概念区分 因为平时很少有人会提到这个 大家新接触我们的话可能会觉得 你们又提自己是比特币又是BSV是什么意思呢 比特币网络在这12年里面 其实经历过几次技术上的分歧 以及慢慢分化出了若干条比特币的区块链 而我们BSV代表的是遵循着中本聪愿景的 遵循着比特币最初协议的区块链 所以Bitcoin SV指的是一个区块链 也指的是协议 然后也是原始最初的比特币版本 BSV呢 其实是一个大家如果要是会做一些数字货币的交易的话 应该知道这个是如果你们在交易场所 会经常看到的一个交易代号 不过因为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 如果说BSV一定比说Bitcoin SV要容易很多 所以接下来大家在我的演讲和其他人的演讲中 也会听到很多人不停地会提到BSV这个词 这个呢也是我为大家总结的一个 这个比特币账本的一个本质 我觉得这一张图非常好的 很简洁地说了 你们如何就是Bitcoin的这个区块链 它的本质是什么 它现在可以做什么 它未来还有什么样的前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常听到朋友问你们一句话 就是到底区块链是什么 我通常都会用一句非常简单的话 就是区块链应该是一个可审计的 可验证的透明的分布式账本 前面这三个形容词 其实形容了这一个技术 为什么能够给世界或者是给这个技术领域带来变革 最后的分布式账本 就是它一个最简单的对它的一个简化的这个描述 现在在BSV区块链上已经可以实现智能合约通证经济 并且可以搭建大型的企业应用 同时BSV区块链上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Metanet源网技术 这一个技术是能够使很多大家现在认为的区块链的应用 能够在链上跑起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技术 同时微支付呢也是可以打破我们传统的 对支付金融领域的一些固有的偏见版 所以很多我们可以想象到的一些金融服务 都可以在BSV区块链上实现 同时它还能够赋能大数据AI产业 那么现在我就要给大家做一个灵魂考问了 你在面对国内以及全球的这种区块链浪潮的时候 你将如何选择呢 很多我相信今天来的很多是有这种区块链的技术公司的人 大家在做一个应用的时候 首先可能想的是我们用什么场景 想完场景之后就要想说 那我们要用哪条链 用工链用联盟链 还是我们自己做一条链 这里面呢我给大家列了四点 就是算是我们从协会的角度 可以帮助大家去梳理一下自己的思路 首先你选择一条区块链的时候 你要想一想这一个链的它的生态潜力是什么样子的 是你需要去到一个全新的一个场景下 然后跟着生态一起发展 还是你要加入一个已经生态非常繁荣 生态已经相对比较成熟的一个区块链体系 同时这一条链它到底能不能助力你自己的业务 你要在上面做什么样的业务 并不是所有的商业模式都适合套用在区块链的技术上的 大家不要为了用链而用链 第三呢就是技术一定要足够的领先 大家知道区块链技术其实还是在很早期的阶段 相对于就是现在我们看到互联网技术 云技术来说区块链真是在一个婴儿的阶段 那么你在婴儿阶段大家都在竞争的时候 你是否应该选择一个最有潜力 技术最领先的一条链去用 最后一个就是成本优势 大家做业务肯定最终会面临到收益成本的问题 很多朋友我相信是之前有在类似于像以太坊 或者是EOS这样子的公链上 做过DM这样的应用 那你们一定是在过去的过程中 是才就是感受到过痛苦 接下来呢我会也会告诉大家 就BSV在成本上的优势是什么样的 这里呢我会简单的说一下 协议稳定的意义 这个我就是针对了两类人群 第一个是对企业而言 我相信如果是企业家们一定是会对这个感同身受 就是企业它在做自己的一项业务的时候 它一定是要寻求一个最稳定和安全的平台 而且它不需要担心这个平台经常会改变它的一些基础层面的一些原则或者是协议 而导致企业被动的需要再去调整自己的这个业务模式或者是开发模式 因此这样企业它的开发一个新业务的成本和时间都是可以预期可控的 稳定的协议对开发者而言就更重要了 因为我觉得开发者首先要考虑到自己自身的利益 如果你们是从很好的公司有着很好的开发背景 愿意再投身到区块链开发领域的话 我觉得你们都是勇士而且是创新者 那么你们肯定希望能够凭借自己早期加入这个领域的这个优势 而快速的积累行业的行业和开发的技能 所以在一个稳定的协议下 开发者是可以有着这种持续稳定的开发技能的积累的 而且你们可以做的这种创新的空间会很大 而且在稳定的协议下 不同应用之间的这种互操作性也是非常大的 你们就可以在这个自己的应用上重点的去考虑如何提升产品 以及这个用户的体验 接下来呢就是扩容意味着什么 这里呢我向大家展示了一下BSV网络扩容的进程 这几个时间点都是很重要的 尤其可能看到2017年8月1日 如果早期参与区块链行业的人 其实是知道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件非常大的事情 就是BTC从BTC网络上通过硬分叉分叉出来的BCH 然后那个时候那一次分叉呢 从把比特币的这个区块上线从一兆提升到了八兆 接着我们又通过了几步硬分叉升级 现在逐步已经把这个区块的上线完全的移除了 而且恢复了比特币脚本的全部功能 也就是说现在的BSV网络的基础协议 基本上已经和2009年版本的比特币版本 基本保持一致了 可能还有一些关于这个出块时间的这一些的调整 还没有修正过来 但是很重要的一些基础层面的已经全部都恢复了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BSV主网上 已经生成了一些很让人惊讶的这个区块记录 在今年的5月12日和16日 当时由民间发起了一个压力测试 在那两天分别成成了两个超过300兆的区块 大家知道BTC的区块有多大吗 BTC的区块大家交易排队拥堵打满了 也就是一兆的区块 而在BSV网络上已经出现了369兆的区块 而且在网络传输上 八况节点的接受程度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而369兆的这个区块 一个区块里面就包含132.4万笔交易 扩容测试网上的这个数据就更可观了 在去年7月24日的时候 扩容测试网上就已经连续打出了12个2GB的区块 原因是当时我们正在把这个区块容量决定要升 通过那一次升级升级到2GB 所以呢扩容测试网上已经做了这个 就是时间验证 然后当时在扩容测试网上的理论TPS 已经可以达到了9000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数据其实已经超过了 我们认为的Visa MasterCard 他们的这个网络交易处理的性能 扩容测试网目前的最高记录 有技术选择尤其链的选择的时候 大家其实是很看重这个链对交易的处理性能的 我们可以看到主网上我们的TPS处理峰值 已经可以达到了2847比交易每秒 而且这个平均的处理速度也是非常的快的 测试网上就不用说了 峰值已经能达到66万笔了 同时呢我们的节点团队还在 目前还在开发着Terranode的项目 Terranode其实就是在为未来的一个区块 能够达到TB级别再做准备 然后这种节点呢 未来也是由矿工和企业来运行 所以从理论上来说 如果未来一个区块能达到1TB的话 其实交易处理速度就可以达到每秒700万笔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聊一聊 企业和开发者可以在区块 BSV区块链上做什么 我相信这也是今天大家来到会场的一个 待着的一个主要的问题 目前呢在BSV区块链上据不完全的统计 我们已经有了400多个应用服务工具以及协议 我在这边没有接下来所有的图 但是大家可以去网上找一下这个数据 其中有320个应用与服务 有80个开发资源和28个协议 当然我肯定也要承认说 这里面有很多也是开发者 比如说独立开发者做的一些小小的 这种开发工具啊 或者是一些开发尝试和探索 但是这里面也涌现出了一些 非常大型的中大型的一些企业应用的项目 接下来我会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一张图是来自于上个月 华尔街一家的一家评计机构 应该是一家咨询机构 Foundstrap他们发布的一个BSV盛开报告 这里面列视了一些 BSV在全球范围内 在BSV上面搭建企业级大型应用的一些公司 因为没有翻译成那个中文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涵盖的这个领域是非常多的 包括医疗健康挖矿领域 电子经济领域 供应链 大数据 还有开发 还有电子广告 然后这个Bitbox是一个美国非常大的一个线上博彩公司 那我就从刚才这三个里面挑了三家公司 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下 这个EHR Data是一家非常有代表性的公司 它其实是由美国一个很大的这种医疗 算是药房医疗服务公司发起的一个项目 这家公司拥有全美超过20%的药房 就是数据系统的开发以及维护 所以呢 他们做的这一个项目 是建立在他们本身现有的一个非常大的 这种医疗数据的使用场景之下的 这一家公司呢 他们其实是想做一个很大的网络系统 将美国公民的这个个人 个人处方 医院药房 以及个人的医疗信息 结成一个非常大的网络 让用户首先自己能够可以控制他的全部医疗信息 同时药房和医院医生 他们可以去在区块链网络上去教验这个医疗信息 是否是真实有效 而他们做的第一个使用场景 其实也是一个改进社会 改进社会秩序的一个场景 也就是说他们第一批要适用的这一个领域 其实是这种成瘾类药物的这个处方的领域 因为大家可能也有所耳闻 就是在美国这种成瘾类药物 比如鸦片类或者是止疼药 其实是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 很多人会通过到不同的州去找不同的医生 去开这个处方来骗取这些处方类的药物 所以通过区块链技术可以保证这个所有的数据都是真实有效可信 而且所有的医院和药房都可以调取出来 所以这个不仅是一个很宏大的一个项目 它同时还是在改进这个社会还有医疗秩序的一个很是有益的项目吧 然后这个数据量级 目前这个项目已经通过了POC的阶段 现在是主网上在做一些小规模的测试 以及他们的APP的搭建 预计应该是会在明年的时候有上限 届时呢 因为这一家公司他们本身就拥有着全美超过20%的药房 他们的厨房系统 所以届时预计是每一天可以带来160万笔到320万笔的交易信息 同时这些交易都是附带智能合约的 因为会产生一些数据较远 然后这个呢 其实大家这个公司的信息都是网上公开可查的 然后背景也比较深 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去查看 NChain这家公司呢 其实是跟我们比特币协会的联系比较紧密 首先NChain是一家全球领先的区块链技术公司 他们的总部跟我们协会一样也是在瑞士 不过主要的开发团队目前是在英国伦敦为主 现在公司已经有了100人以上的团队 并且区块链国际专利持有数量也位居世界前列 应该是能在前五名 而且我们如果要是跟我们协会的很多活动有过接触的朋友 应该知道我们很多针对于开发者的活动 都是和NChain这家公司联合主办的 因为他们有比较强的技术实力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技术资料 以及一些技术支持 同时呢我们的BSV节点这个开发项目 也是由NChain的团队来带开发的 带我们协会开发的 我最后挑选的一个应用呢 其实是算是来自于我们国内的应用吧 因为如果在北京的朋友知道澳游是 开发团队是在北京 澳游已经是一个将近有20年的老牌的互联网浏览器 他们自己统计出来的 从他们一开始到现在已经累计下载了超过6.7亿人次了 澳游呢刚刚发布了他们的澳游浏览器 是完全搭建在BSV网络上的一个 由BSV区块链驱动的浏览器 也就是说大家如果 尤其对于这种个人开发者或者是一些创业团队 如果你们做的产品是用户类的产品 其实都可以去联系澳游 因为浏览器大家知道 其实是我们目前来看 它依然是一个我们联想互联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窗口 如果你做的是一些小的应用工具 都可以通过他们的浏览器来搭建这个 来创造一个路口 然后接下来我就觉得 大家如果看了这么多应该能感觉到 其实BSV网络已经完全做好了准备 迎接更多的创新者 开发者和更多的这个企业 来考虑在我们的区块链上进行开发 同时我们协会呢 也会给予大家足够多的支持 当然前提一定要是你在做的项目是合法合规的 接下来我就快速的过一下 就是我们协会能够给予大家什么样的支持 首先最基础的 如果你对BSV区块链已经感兴趣 对我们的生态感兴趣 那你可以了解我们的资讯 目前我们协会现在已经有了四个媒体通道 我们有公众号 有微博 然后有哔哩哔哩的视频 同时我们还有在CSV创建的一个开发者社区 另外呢你也可以通过注册成为我们的会员 这样的话你可以持续的收到我们 给你主动发送的一些全球的生态资讯 还有如果你真的对技术感兴趣 对一些商业应用感兴趣 可以参加我们频次非常繁多的这个活动 还有就是商业活动像这样子 今天这个会议也算是我们的一次 就比较大型的商业活动 未来也会有很多 然后最底层呢 如果你的企业觉得自己确实有业务 是可以使用区块链技术来提升你们的业务的话 就可以在上面搭建企业级应用 然后也可以联系我们 我们可以会给你一些 类似于技术的支持 宣传的支持 以及一些资讯上的辅助你 让你避开一些开发的陷阱吧 然后我们还有非常完整的一套开发者计划 也就是一整套的开发者项目 这个其中包括开发者交流会 开发者训练营 开发者的活动像今天这样子的 还有这种授予证书的培训课程 应该会在明年启动 而且我们会跟北美欧洲和中国的高校去寻求合作 还有中本聪奖学金 奖学金我们目前还没有在中国设立 但是我们在国外已经在建桥大学开始发放奖学金了 然后如果大家对这个我们准备进行的这些活动感兴趣 并且觉得自己的公司是有意愿想要跟我们一起合办这些活动的 其实都可以主动来联系我 联系方式也在上面 然后我们的开发者活动呢 目前有四个比较大的品牌 一个是编程马达松已经举办了三届了 这一届的冠军还没有产生 但是总奖金额非常高 是十万美元 第二个呢 就是BSV的开发者大会 开发者大会的话 我们中文的开发者大会在上个月刚刚举办完成 第三个是线上研讨会 线上研讨会我们也是有中英文两个版本的 在上个月我们也办了八场线上研讨会 最后一个是BSV学院 这个就是授语证书的课程 我们目前还没有启动 但是教材正在编写的后期 这里我要特别介绍一下我们的线上研讨会 为了能够让更多中国的开发者 学习到更先进的区块链技术 所以我们今年呢 也在中国找到了几位非常优秀的 而且经验很丰富的开发者 加入了我们协会 成为了我们协会的讲师 其实算是顾问吧 同时我们也有一位在英国的高级研究员张伟 他是一位中国人 然后他也是我们这个项目的讲师之一 所以目前这六位呢 都已经为大家带来了很精彩的八次演讲会 研讨会的内容了 之后我们还是会持续的在进行这样的活动 然后这个呢 是如果开发者你说 我想真的是了解一下 我怎么样从零开始开发 我想看一些开发资料 那大家可以去bsv.csdn.net 这个是我们目前在csdn上建的一个比特币区块链中文开发者社区 上面的内容非常的多 同时我们有十多位bsv的开发专家 他们也在上面开设了博客 而且经常的更新内容 所以大家如果说 我就是想看这个开发资料 就是想看代码 那可以去这个地方找资料 另外呢 就是我们的年度的商业会议 CoinGeek也跟我们协会一样 它是一个只支持Bitcoin SV的一个媒体公司 它每一年会在全球举办两场为期三天左右的商业会议 而在这个月底呢 将会是CoinGeek大会的第六届 然后地点是在纽约 希望大家也可以关注 从这个会议上 你可以了解到BSV在全球最新最前眼的这种商业信息 以及我们也会在这个大会上发布一些劲爆的一些资讯 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去看 那么接下来我的 就要把时间交给我们之后的演讲者 然后这边呢 是我们协会的公众号 我们的公众号的资讯还是比较及时的 所以大家如果是想持续的 收到我们这些信息 可以在这里看到 然后最后呢 还是非常感谢大家 然后来参加这一次活动 也希望各位能在这两天的会议当中 能够有所收获 如果要是像有些朋友 觉得说想跟我们协会进行建立合作 或者是互相了解一下 然后也可以在这两天找到我们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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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